旭拔官旨 毛诗正义旭 唐 孔颖达 海海爸爸之作 毛诗正义是一部诗经研究著作 影响极其深远 唐真观十六年 经学家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诏命 做五经正义 作为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 毛诗正义是其中的一部 出于王德韶 齐威等人之首 而孔颖达总其成 其内容是对于毛传及证监的书解 所以何称毛诗著述 又称孔术 四库全书总墓说 其书以刘卓毛诗艺术 刘炫毛诗术艺为稿本 故能容贯群颜 包罗古艺 中堂之事 人无异词 这篇序言阐述了诗学之渊源 及正义之所本 非常值得一读 毛诗正义序 服侍者论功颂德之歌 指辟防邪之讯 虽无为而自发 乃有异于生灵 六情境于中 百物荡于外 情缘悟动 悟感情谦 若正欲纯和 则欢于背于朝野 时当惨毒 意愿赐 兴于永歌 作之者所以畅怀书分 文之者足以色为从政 发诸情性 邪于律履 故曰 感天地 动鬼神 莫尽于诗 此乃诗之为用 其力大矣 若服哀乐之起 名于自然 喜怒之端 非由人事 故燕雀表周秋之感 鸾凤有歌舞之容 然则施礼之先 同服开辟 诗迹所用 随愿而宜 上皇道志 故讽玉之情寡 中古正凡 亦欧歌之礼妾 唐于乃见其初 西轩 莫测其时 于后诗经五代 偏有三千 成康默 而宋生琴 陈灵星 而辩封兮 先君宣府 黎正遗文 积其精华 此其繁重 尚从周始 夏季鲁西 四百年间 六师背矣 补商产其夜 雅宋与金石同合 秦政聊其书 简读与烟尘共计 汉室之初 诗分为四 深宫藤芳于烟影 毛室光架于河间 贯长青 传之于前 郑康成 兼之于后 晋 宋 二霄之事 其道大行 其 魏 两河之间 滋风不坠 其近代为艺术者 有全幻 和印 书院 刘鬼司 刘丑 刘卓 刘炫等 燃卓 炫并聪颖特达 闻而又如 卓秀干于一时 惩绝配于千里 故诸如之所依让 日下之无双 于其所作 树内特为疏绝 今奉事删定 故据以为本 燃卓 炫等父式才气 轻比先达 同其所异 异其所同 或应略而反降 或异想而更略 准其绳末 插特未免 堪其会同 时有颠置 今则薛其所凡 增其所减 唯亦存于屈职 非有心于爱增 今与朝散大府行太学博士臣 王德韶 蒸依侍郎守四门博士臣 其微等 对共讨论 辨详得诗 至十六年 又奉旨与前休恕人 及己施郎 守太学助教 云齐卫臣赵钱叶 灯侍郎守四门 助教云齐卫臣 甲璞耀等 对赤史赵洪志 赴更详证 凡为四十卷 数以对扬圣范 垂须右蒙 故续其所见 载之于 卷守云儿 二读 毛诗正义序 扶诗者论功颂德之歌 指辟防邪之序 虽无为而自发 乃有异于生灵 六情境于中 百物荡于外 情缘物动物感情迁 若正义纯和 则欢愚备于朝野 时当惨毒 意愿赐行于永歌 作之者所以畅怀书分 文之者足以色为从政 发诸情信 邪于律履 故曰赶天地 动鬼神 莫尽于诗 此乃诗之为用 其力大矣 若福哀乐之起 名于自然 喜怒之端 非由人世 故燕雀表周秋之感 鸾奉有歌舞之容 然则诗礼之先 同福开辟 诗迹所用 随遇而宜 上皇道志 故讽玉之情寡 忠古正凡 亦欧歌之礼妾 唐于乃剑其初 西宣 莫测其时 于后 诗经五代 偏有三千 成康末 而宋生寝 陈灵星 而遍封兮 先君宣府 黎正 遗文 积其精华 齿其繁重 尚从周时 夏季鲁西 四百年间 六师被矣 补商产其夜 雅宋与金石同合 秦正辽其书 简读与烟臣共计 汉室之初 诗分为四 深宫藤芳于烟影 毛室光架于河间 贯长青 传之于前 正康成 兼之于后 晋 宋 二霄之事 其道大行 齐 魏 两河之间 滋风不坠 其近代为艺术者 有全缓 和印 书院 刘鬼司 刘丑 刘卓 刘炫等 然卓 炫并聪颖刻达 文儿又如 卓秀干于一时 惩绝配于千里 故诸如之所依让 日下之无双 于其所作 树内刻为书绝 今奉事删定 故据以为本 然卓 炫等副事才 其 轻比先达 同其所义 义其所同 或应略而返祥 或以下而更略 准其绳末 差特未免 堪其会同 时有颠制 今则薛其所凡 增其所减 唯义存于屈职 非有心于爱增 今与朝散大府行 太学博士臣 王德韶 征侍郎 首四门博士臣 齐薇等 对共讨论 便详得失 至十六年 又奉旨与前修处人 即己侍郎 首太学助教 云其卫臣 赵前夜 登侍郎首四门 助教云其 卫臣 甲普耀等 对赤使赵洪志 赴更详正 凡为四十卷 术以对阳圣范 垂讯幼蒙 故续其所见 载之于 卷守云尔 赤使致敬的世界 赤搏通知 部分的世界 皮尸 卫尔 卫尔